保罗乔治的投篮并不完美,但他的投篮因其极致的丝滑感,却又充满了魅力。 他的投篮也是传统投篮过度为现代投篮的典型案例,对于想修改投篮发力的球友,保罗乔治的投篮极具参考意义。 本期视频将深度解析保罗乔治的投篮。 出入联盟的保罗乔治与其偶像科比的投篮十分相似,都是高出手点的两段式制控投篮。 其特点为,降重心与举球同时进行,举球制额前都有明显停顿,下肢发力伸展的同时手臂发力伸展完成投篮,投篮力量主要来自于肌肉。 而在乔治经历大伤后,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投篮,简化投篮动作,加快出手速度,最终形成了如今更加丝滑的投篮。 现今乔治的投篮以1.5段式为主,停顿更少,流畅度更高,充分利用下肢的力量在通过放松的上肢将球投出。 首先我们从乔治投篮的下肢发力来看,乔治投篮时,接球快速降重心,小幅度的屈膝屈宽,踝关节的率先发力带动身宽身膝,也就是前脚掌的快速蹬地起跳,这能充分利用筋膜的弹性,以及千张反射产生的力量,缩短了蓄力时间,提高了投篮的速度。 传统投篮的起跳是以肌肉主导,而现代投篮的起跳则是以筋膜弹性主导。 其次是乔治投篮的上肢部分,乔治拥有非常柔和的手感,在投篮时,他的上肢充分放松,但松而不垮,是处于富有弹性的状态。 乔治投篮的快速出手技术,投篮时投篮手空手心持球,五指自然微张,手腕带动手指拨球。 充分压腕的情况下出手后,中指与无名指手指是指向地面的。 乔治出手后手臂并未完全伸直,这也利用了上肢筋膜的弹性力量,同时也加快了出手速度。 最后是投篮站姿,保罗乔治使用的是窄具站位的侧身投篮,乔治的投篮站位双脚略窄于肩,左脚正对篮框,右脚略超出左脚向内旋。 形成轻微的内巴站位,这能提供更稳定的双脚支撑,同时身体轻微的左倾,可以平衡身体在跳投时的重心,这是由于右手肩上投篮时身体重心会偏右。 保罗乔治的投篮并不完美,他投篮时手臂与身体的夹角较大,投篮手手肘外翻,导致投篮力量分散,方向控制难度加大,这是他投篮不稳定的根源之一。 这是汤普森的投篮,这是库里的投篮,这是布克的投篮,这是哈登的投篮。 在他们的这些投篮中,我们观察他们的脚步细节,他们在投篮前都有一个共同点,会快速点起脚尖,用脚尖发力起跳,那么用点脚发力投篮到底有什么优势? 用脚尖起跳能获得更快的弹速,发力更加集中,让起跳变得轻松省力。 同时点脚可以自然带动曲膝,曲宽。 从力学角度来看,我们的足弓就像弹簧,当我们点脚时弹簧能更充分的蓄力。 其次点脚时小腿肌肉群也是处于拉伸蓄力状态。 脚步肌肉群与小腿肌肉群的超等长收缩产生了远超肌肉拉伸时的力,超等长收缩的优点。 更大力量,更快速度,更省力。 我们在跳绳运动中,能直接的体会到这种触底肌弹的感觉。 相对于脚尖发力的模式,我们常见的是脚掌发力模式,用脚掌发力起跳。 身体更容易保持平衡,但触底时间长,能量损耗较大。 其次用脚掌发力起跳跳动的是大腿肌肉群,起跳速度慢。 这也是一些人明明用了很大力气,投三分仍然吃力的原因之一。 尤其在实战比赛中,护克、哈登等球员投篮前的点脚习惯更加明显, 甚至还运用到了他们创造投篮空间的脚步中。 点脚发力这项技术也是解决投篮手快脚慢的方法之一。 我们在学习这项技术时,需要注意的是,点脚发力的关键是不要过度用力。 过度用力会导致脚尖无法承受,破坏身体的平衡。 其次,点脚与起跳衔接要快速,也要停顿。 这是因为肌肉在被牵拉后,如果没有立即进行向心收缩,牵拉的时间太长, 或运动幅度太大,那么弹性能量就会以热量的形式流失。 最后,分享两种脚尖发力起跳的训练方法。 方法一,剪刀不投篮训练。 方法二,垫步投篮训练。 库里的投篮并不是颠头,而是起跳高度较低的跳投。 颠头是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概念,到底什么才是颠头? 我们先看视频,视频中前国家队神射手里南,在原地的两段式投篮,这正是颠头。 此类投篮的发力模式,是举球与降重心同步,下肢伸展的同时手臂发力伸展完成投篮。 与颠头相对的就是跳投,我们再看国内新生带顶级射手无前的原地投篮。 它使用的正是一段式跳投,因为起跳高度低,很多人会把一段式投篮也看作是颠头。 而一段式投篮与颠头的发力模式是不同的,一段式投篮的发力模式是陈球与降重心同步。 利用身体上升的力量取求到上肢发力点,最后顺势拨球出手。 一段式和两段式都是跳投,都是下肢完成伸展后上肢发力出手,区别在于出手时机。 一段式是在起跳最高点前出手,而两段式是在起跳最高点甚至下落时出手。 颠头与跳投相比,整体的动作速率较慢,发力效率较低。 随着投篮技术的发展,颠头向跳投的进化已成为主流趋势。 目前在职业球员中,已经很少能见到颠头这种投篮方式了。 很多球员并不是从小就学习的是跳投,像无前在中学时使用的仍是颠头的方式,后期才修改成了一段式跳投。 然而在国内还有很多篮球爱好者,仍然使用的是颠头的投篮方式。 也有一部分球友为了更美观的投篮姿态,更高效的发力模式,已开始调整自己的投篮方式。 杰伦格林已出战了5场NBA常规赛,虽然已展现出顶级的身体天赋。 场均可以得到14.2分,但由于他投篮稳定性不足,投篮能力一直受到质疑。 杰伦格林的投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 本期视频将全面解析杰伦格林的投篮。 杰伦格林可以轻松投中超远3分,也可以在中距离制空干拔。 他的出手速度非常快,加之他顶级的弹道。杰伦格林的投篮很难被封盖。 首先,我们从杰伦格林的投篮发力来看。 第一点,杰伦格林投篮的整体发力非常流畅。 他采用的是现代投篮的发力模式,接球后沉球快速降重心,前脚掌蹬地顺势起球。 身体将要到最高点时,顺势拨球出手。 这相比传统投篮,拒球与降重心同时的发力模式,对整体力量的要求更低,让投篮更加的省力。 第二点,低肘投篮,这是杰伦格林能轻松命中超远3分的关键,拒球到抬球点时。 手肘的高度低于或等于肩部的高度,也就是大臂与身体的夹角,小于或等于90度。 这能让大臂有更长的发力动成,这是远距离射手的必备技术。 其次是杰伦格林投篮的不稳定因素,第一点,投篮手手肘与辅助手手肘都过于外翻。 杰伦格林使用的是侧腕起球,他习惯从身体的左侧起球。 边起球边振腕,到达抬球点时,投篮手手肘腕朝向左侧,仍然没有正对篮筐,在释放点时,主要靠手指来较大幅度的揪偏。 这位球员会过于依赖手感,很难保证投篮长期的稳定性。 杰伦格林这几场投篮命中率,也如坐过山车一般起伏。 第二点,辅助手的大拇指拨球。 杰伦格林的辅助手,拇指拨球常会造成篮球的侧弦。 投篮弹道会左右偏移。 而像库里、欧文等顶级射手也会有拇指拨球的习惯,但他们已经稳定地掌握了该技术,极少会出现方向上的偏移。 杰伦格林的这两个投篮习惯,是造成他投篮不稳定的根源,要想成长为联盟的顶级的分手。 投篮技术的修正,是他的必经之路。 强如迈克尔乔丹,进入NBA后也经历了多次投篮动作的修改。 在30岁左右时才固定了投篮动作,拥有了稳定的命中率,而不再局限于手感。 再如,朗佐鲍尔出进NBA时,也存在类似杰伦格林一样投篮曲线发力的问题。 而近两个赛季他已将使用多年的投篮曲线发力模式,改为直线发力模式,投篮命中率也得到显著提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